最近现场今天早上非常的冷 在台北市呢有一场马拉松大赛 有两万六千多人报名 而这个大家一起来参加马拉松比赛 这个天气很冷 现场的热度还是很热 而目前呢现场状况情形如何 这个刚刚呢来看到 其实呢包括了 这个一些企业大老板也到了现场 而目前现场状况连线给记者可颖亲 好了主播在2019年台北马拉松呢 从早上7点开跑到现在呢 竞赛组全程42公里呢 就在刚刚男子组 伊索皮亚的选手在9点25分 已经跑回来了 不过呢主办单位有提供 高额破纪录奖金是133万 男子组很可惜 并没有破全这个赛程的纪录 渴望女子组呢 看能不能拿到这上把万的奖金 不过呢主办单位也就是富邦金控呢 是传出了这尾牙呢 又是今年呢是业绩最好的 而董事长呢是外传 有四到十个月的年终奖金呢 他是笑笑的 我们来听听知道他怎么说 今年年终听说上看你那个月是不是 是不是怎么看 是不是这个富邦很好的一年 因为又跟下门上一年 然后也不会用签了 这些你怎么看 会越来越好吧 现在听不到你的问题 董事长 董事长 所以你们还会再赞助三年吗 对对对 还会最起码再赞助三年 未来三年 今天心情如何 要来跑三公里 然后又有 很兴奋啊 因为平常没在跑步啊 所以对我来讲 跑三公里可能也是个挑战啊 能跑得完就很开心了啦 没有什么特别目标啦 富邦金控的董事长是笑笑了 他平常也没什么在练呢 是做其他的运动 不过呢他仍然也参加了这三公里的这个 这马拉松赛跑包括了这个富邦仁寿董事长蔡明星呢 也一起参加这样一个路程赛跑 而不过呢 这由于这个全城半城以及儿童组呢 都陆陆续续回来了 而这富邦金控呢 也和台北市政府呢 也是首次独自呢 一起来合办这个路跑活动 这预计往后三年 也就是加上今年第四年呢 都会持续和台北市政府一起合办 这样一个马拉松运动 这是现场最新的连线报道 时间先交换彭内 拜拜